各位观众 主内平安喜乐 欢迎你们收看平日的福音分享 今天的福音是常年期 第三十三周星期二 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 醒悟的劝员 在他不期待的日子 不知觉的时刻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必要铲除他 使他以不幸者遭受同样的命运 那知道主人的旨意 而偏不准备或进不奉行 他旨意的仆人必然要多受拷打 那不知道而做了应受拷打之事的 要少受拷打 给谁的多 向谁要的也多 交托谁的多 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 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 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 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 我是如何交集 直到它得以完成 今天的福音 醒悟的劝员是进天国的必要准备 指出我们能否得救 全在于我们事后 接受并且善用天主的恩宠 在团体里会有中性的管家 也会有不中性的管家 中性的管家不会亏待他的属下 并懂得带领大家如常的善尽职责 直到主人回来 就好像主人在家时一样 不中性的管家则投机取巧 轻忽主人的托付 不只是没有尽忠职守 也没有善待属下 无论如何 他们都将按照被托付的职责 领受主人的奖承 质疑不中性的 甚至要遭受被残除的命运 其实这是一个做耶稣门徒的准则 耶稣教诲门徒 应当比不信他的人 有更高超的做人标准 总是时时警醒 知道忠以实行被托付的职责 不论被赋予的责任 轻重与否 耶稣的领导 与世间的权威 决然不同 他以身作者 以仆人的身份表达了天主的爱 他随时待命 寻求实行天后的旨意 当耶稣知道门徒在争论谁最大的问题时 就在最后晚餐中 腰细毛巾蹲在地上 亲自为他们一一洗脚 给他们立下彼此洗脚的榜样 教导他们最大的 就是要谦卑地做众人的仆人 而不是受人服侍 以使他们成为传扬天国福音的门徒 当亚各伯和若望两兄弟 请求耶稣将来在他为王的光荣中 让他们坐在他的左右边时 耶稣反问他们 是否知道自己祈求的是什么 他们是否能够引他的杯 承受他的洗礼 即使他们能够引用 耶稣的杯 承受耶稣的洗礼 但是坐在耶稣两旁 却不是耶稣可以给的 而是给谁预备了就给谁的 耶稣承受的洗礼和他饮的杯 暗示耶稣所渴望的死亡与苦难 因为他必须进入邪恶中 经历死亡 以便消除既定秩序的虚假和平 以及阻碍人进入真正和平的天国 这信许是否让我们感到不安 让我们倾听 耶稣一遍又一遍地说 他来是为了带来和平 而他带到地上的火 就是圣神的火 燕尽一切自私自利的火 就像淬炼黄金一样的进化我们 因为即使为了避免冲突 而屈服于权威的压迫 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和谐 而且推动我们建立天国的圣神更为强大 所以我们应该 歇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 以坚人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城 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 和完成者耶稣 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 轻视了凌辱 忍受了十字架 如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 路加要强调的是 我们做耶稣的门徒 必须付出代价 感谢天主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